哇哦 好像公主一樣 來 我們請瑤瑤 站在我們的背板前 讓我們的媒體朋友捕捉 最美麗的畫面 也請我們的瑤瑤的視線 由左到右 右到左 讓媒體朋友做一個最完美的拍攝 可以看到今天 瑤瑤一席白色的長旅途 真的非常的漂亮 讓大家都可以感覺到 幸福跟愛圓繞的瑤瑤 所以讓我們現場的美女朋友 如果有特殊的視線 幫我們舉個手看一個聲音 讓瑤瑤知道不一樣的方向 好嗎 好 我們先中間的視線 我們停留三秒鐘的時間 中間的視線 3 2 1 來右手邊的視線 幫我們多做一點停留 好 右手的視線 右手的視線 3 2 1 左手邊的視線 左手邊的視線 3 2 1 來正中間 正中間 2 1 還有哪邊 好 來 舉手一下 好 我們最後三秒鐘 待會我們還有很多的時間 讓大家來做拍攝 我們待會再記者回覆 願意你大家走進我們艦隊 來拍攝非常幸福的認為 來中間最後三秒 2 1 可以嗎 好的 再次熱烈掌聲 歡迎郭樹瑤 瑤瑤 好 來 趕快跟我們現場的貴賓朋友打聲招呼 哈囉 大家好 初步初遙 很開心今天可以來到店的開幕 真的 今天心情如何 今天心情覺得舒服洋溢 舒服洋溢 真的很開心 但是首先要請問瑤瑤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對於Tippany品牌的印象嗎 Tippany算是 我覺得像每個女生 一個夢想 然後具有很棒的代表性 因為像我自己從小就 很喜歡Tippany的那個顏色 然後又覺得說 哇 每個女生一想到今天就覺得 哇 今天會有那種愛情啊 然後很浪漫很幸福的那種感覺 然後又覺得是一個非常意義的代表 所以其實平常我也都會買Tippany的小微霧 送給身邊的人當作紀念 就是可以把幸福跟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特別榮幸可以邀請瑤瑤來參與我們 Tippany的 LOVE 專界系列概念店的開幕 那來到我們現場之前 有稍微瀏覽的我們店面 對於我們店內所呈現的氛圍 你喜歡嗎 我非常喜歡 就是因為整個場面就是成立博物 然後就讓人家覺得 有一種很舒服很放鬆的感覺 然後其實在裡面就是這樣的明亮 你可以選 挑選專界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是感覺很棒 對 而且思緒好像特別清楚 對 就什麼是自己想要的 在心裡都知道 對 然後再來就前面上那個 Link in Love的那個概念的照片 對 然後其實剛剛我看到就是有一對新童 說愛他們手牽著手 那個讓我就是想到那個 就這隻手撥一直偕老的那句話 就覺得哇 好浪漫好浪漫 其實走進店內真的讓大家有不同的感覺 就是感覺到幸福跟愛 對 那其實呢大家都知道 Timoney的傳界就是又明亮又迷人 真的讓大家呢 真的都是心中噗通噗通掉 小鹿亂撞 可是呢 但是呢很重要的是呢 今天呢 帶給大家呢 又是 定制的 概念 對不對 所以呢就今天 瑤瑤特別佩戴了我們品牌 非常經典的 Timoney Setting 國金的六幢傳界 是不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還有你對於這樣定制傳界的服務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嗯 我喜歡經典 但是又特別的東西 像我在手上這個就是 其實你非常經典的 它132年它的造型都是沒有變過的 我覺得這就是非常非常經典 因為其實傳界就是象徵的愛情可以到永遠 然後就是不變的象徵 對 那再來其實這一次他們的定制系列 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其實你本身就是非常 鑽界非常經典的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選 他們你看你喜歡怎麼樣的鑽 怎麼樣的形狀 怎麼樣的戒指 怎麼樣的材質 怎麼樣的材質 甚至相信的方式都可以選擇 我覺得就很棒 然後就像那個盒子 就是你上面你可以 就是寫下你們兩個 独一無二的字樣 在盒子的上面 我覺得就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經典的品牌 但是你又可以擁有 独一無二的定制款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都很新的 真的 不只戰戒跟戒合 他真的就是獨一而無二 為你而設計的 而且基本你的創立已經超過 一百五十年 而且闡述的是愛 當然像這真愛的地位是無法撼動的 帶給大家呢 就是愛跟幸福的氛圍 那瑤瑤本身呢 就是被幸福跟愛包圍身 是不是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你對愛的想法 還有你覺得呢 情侶兩人之間 要怎麼樣來維繫感情 要怎麼樣 讓彼此的情感可以加溫 我覺得其實愛情的綁鮮 就跟做鑽石這件事情是一樣的 這麼說 就是呢 像我們在定制的時候 我們會挑嘛 你要選擇適合的 你自己心目中適合的 可能戒指要配哪一個底座 你先選到適合的之後呢 要開始經歷過很艱難的磨合 哇哦 對 兩個人彈戒先適合了之後 你最難的那一關就是要磨合 我覺得就像在做鑽戒的那個 過程 對過程一樣 你要怎麼樣去磨啊 怎麼樣去切啊 怎麼樣去做 那磨合的事情是最難的 但是等到最後的成果 那就會變得很契合 就像你手上最美的鑽戒一樣 你沒有經過那個非常辛苦的磨合 就不會有很美的鑽戒 哇哦 欸是不是掌聲鼓勵一下 我覺得瑤瑤呢 將愛這件事情 用地之鑽戒來形容 我覺得再在適合也不夠耶 因為我覺得兩個人之間 剛開始愛就是有很多火花 對 因為覺得她好像好喜歡喔 很多新奇的事情會發現 對 但是其實在磨合的過程中 才是正在考驗那樣 非常艱難 對 太棒了 我相信呢 在場之後貴賓朋友 也可以感受到瑤瑤 跟大家分享 其實兩人之間呢 要擁有這個見證的愛 其實呢 需要進入很長的過程中 不斷地來做調整跟磨合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真愛 讓我們以次一段的掌聲謝謝 瑤瑤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好我們現在呢 再開放3到5秒鐘 沒有的話 我們這邊就進行我們的媒體聯訪喔 好 來我們先看一下前方的媒體朋友 剛才呢沒有盡情的捕捉到的時候 稍微幫我們再舉手一下 我們再讓大家3到5秒的拍攝 我們現在就要來進行媒體聯訪喔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行媒體聯訪 要麻煩呢我們的麥克風的部分好嗎 來我們這邊也還是需要我們的品牌的麥克風 來我們前方的媒體朋友 對阿我覺得我今天好閃亮喔 因為我好像沒有帶過到3點多克拉的鑽接 就是我現在手上左手這一個 然後因為其實Tiffany是我一直以來 就非常非常喜歡的品牌 然後從小就覺得哇 Tiffany很浪漫 然後充滿了幸福感 然後今天可以來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如果有人拿那麼大的鑽接 給你求婚OK嗎 我應該會向他下規格 哇這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情耶 對但應該不管 只要有人求婚然後那個對象是對的人 不管他拿幾顆拉我都會很開心 嗯 最近 我幫妳 好 最近有關注一下就是金鐘或金萬 有有有 昨天其實有看 然後就有很多想看的東西都還沒有看到 對 其實蠻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些時間 然後去把這些入圍的作品看一遍這樣子 因為其實入圍很多的作品 我都因為工作的關係 然後有些都錯過了 對阿 其實還蠻希望可以看的 嗯 可是這一次就很可惜金鐘 金萬的那種 會不會覺得自己比較好 欸我們有報嗎 欸我們有報嗎 好像去年好像沒什麼作品耶 我們 對啊好像沒有那個 對阿 但明年有啦 明年我們會有一些作品 陸陸續續的會跟大家見面這樣子 對啊 那今年金鐘載女主角有沒有看上去 誰啊 因為也有好朋友 我私心金 你說金鐘嗎 金鐘 金鐘 金鐘喔 金鐘 金鐘我想一想 喔 梗如阿 對啊 就是自己的好朋友 然後 我一次我就恭喜她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很好笑的話 因為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她非常非常努力 然後希望有一天可以就是 走到金鐘的地毯上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還蠻替她開心的 就完 她真的算是完成她心目中一個很大的心願 對啊 你覺得她拿獎的機率高嗎 一定高大 這種事情私心問我一定高的 那男主角的部分你有看好誰嗎 因為這一次也有好多 男主角有誰啊 還有 還有 建委 喔 喔 喔 我私心的話偏像花甲 對啊 就是蠻希望她 對阿 說為什麼 就是因為覺得 我覺得 呃 在那段時間 就大概有一樣有就是很棒的騙子 然後 我覺得 畢竟 隔一個行業其實 算 她算是這樣算是隔一個行業 我覺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對啊 所以 會想看梗如跟嬌哥帶 什麼東西 哇 其實她們蠻常放產的了啦 瑤瑤要不要分享一下今天有沒有欣賞的賺借款式 喔 我就還蠻喜歡我自己手上現在戴的那個經典款 就是setting的系列 對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很經典又很特別 那她就是一百三十年她的鑽界的樣式都沒有變 我覺得這個做來這樣就覺得蠻喜歡 嗯 嗯 那妳平常挑選珠寶的重點會是什麼 嗯 我喜歡經典然後簡單 對 然後任何場合都可以搭配的東西 就是不管是平常自己私底下戴 或者是正式場合也可以用得上的 對 我都會蠻喜歡就是各種場合都可以試用的珠寶 嗯 剛剛有時候就是 好像愛需要一些就是 就是我就是覺得說愛情就跟鑽界的生產過程很像 因為剛開始選一定會選就是可能鑽界啊 跟材質適合的底座嘛 那選那時候都會覺得哇很容易啊很喜歡 可是真正的要到中間磨合的時候就 我覺得感情在磨合的時候就很像鑽石在切割的時候 然後就是妳要拋光那個過程是非常非常困難非常非常辛苦的 可是沒有經歷過這個過程 妳就是不會有很美的鑽界 就是不會有妳很契合的愛情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呃 就是愛情這個過程就真的很像鑽界 所以現在幸福嗎 我一直都蠻幸福的 各方面都很幸福 那我說好了 接下來會不會嗎 直接要不要再打一次 接下來嘛 接下來 我好像也沒辦法先跟大家預告 但大家再等一下下 很快就會有消息了 對 開拍攝 謝謝 謝謝 您